今天咱们旁边到了条特别特殊的蛇 具体特殊的什么地方呢 这都不用咱们说 大不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没有错 这个玩意他没有长眼睛 一颗都没有长啊 这个小江花呢 是条原色的猪鼻蛇 他是条小母蛇 这个小江花是我白嫖的 他是我从一个大哥手里 直接抢过来的 这个小江花相当特殊啊 他是一出生就没有眼睛 而且他脸部衔接的非常非常的好 无非让人感觉了任何的不适感 甚至还有点非常的违和 就像这个品种天生没眼睛的一样 但是没有眼睛对蛇来说的话 影响还是蛮大的 蛇的势力虽说是非常的差啊 不过有好够没啊 虽说蛇的势力确实会比较差一点 不过他们也是明明强强 并别出物体的轮廓 以及看行进的方向的 一旦谁也是失去了势力呢 他就会像这个样子一样 完全没有方向感 只会一通乱爬 因为他看不见东西 只能感知到气味 而且咱们爬爬的气味相当的杂乱 所以他一时间不知道该去哪里 反观正常的宠物神呢 他就会知道自己想去哪里 正常的蛇出来之后呢 他们会去找一个 相对来说阴暗其安全的一个地方 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保护自己 而且我还发现 咱们新到的小蛛逼时呢 他还特别的宅 然后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窝之后 他就不想动了 他就一刻都不想动了 但是此时 这场的车都已经溜出来了 都已经免费了都 看来这位神悦乐兄 还是真的不懂顿顿宝的重要性的哦 对于蛛逼时的这个智商 他出去能补到时 能活下来 我都觉得已经很神奇了 还想顿顿宝 这简直是诗人说梦 但是这条新到的小蛛逼时 比较聪明一点 他是三只顿顿宝的重要性的 但是一步都不想迈出去 就非常聪明 看来他懂顿顿宝的重要性的呀 虽然说这个小江峰呢 他是有点不太喜欢越狱哦 不过 他有一个缺点 他的缺点就是 他会把他身边所有的东西 都当做吃的 你们要听说 他会把他身边所有的服务 或者说肉类 或者说他喜欢的气味 都当做吃的 所以 这来导致了这条江峰呢 他不是特别的好上手 你上手 他就可能会叨你 而且还是那种叨叨之后 他就不肯松嘴的那种 不过他这个缺点呢 是历大一弊的 真是因为他遇到什么东西 都想叨一口的这个性格 现在间接导致了 他从来部位挑食 见到什么东西都想叨一口 包括他的主人哦 哦对了 忘了给这个小江峰取名字了 这是一条原式的猪鼻蛇 HIT致命毒药的 还是条小牧蛇 而且刚好也是说牧师名 既然如此 那你以后就叫盲仔吧 而且盲仔他非常非常的肥 他前主人对他特别特别的好 这都会给他养成淀粉长的 就跟盲仔组的六镜狂徒 戴身上了一样 好了好了不成那么多了 刚才这个小姐会休息一下了 他刚到咱们家 所以需要静养一下子 咱们就是不打扰他了 但愿他能健康地成长 我现在非常期待他成体的样子 只定能长得非常非常的肥 我们下期待